双方的第一局下半场啊 白纸的监管没见过吧 哎你别说这熟练度可以啊 一跳来过来再有了吗 第一刀 487这边是双弹加薄命 第一刀很快呀 女鬼这边位置压住以后 这个地方破一块板 这个地方破一块板子 其实差不多就能起刀了 板子都下了 那也行吧 那么再破一块板子 并换反正手里又勾 这一勾其实拉不开特别远的一个点 所以说对于女鬼来讲呢 大不了就是有机会嘛 快速寄到没机会呢 就要闪带走 目前来看4麻7这边 第一波的牵制呢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嫌疑不大 闪现一刀带走 这个白纸的话呢 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嫌疑可言了 他这把女鬼的一个开局 我觉得挑不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闪现交的很果断 前锋拿球撞 抽风 哎有没有什么说法 再拉球回旋撞 哎没撞到 好 前锋是真的很适合演员呢 很适合卧底啊 这波撞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故意 第一波撞救呢 你说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还行嘛 虽然说把守木人可以交铲子过来就 但说你说前锋沟通一下 前锋就有人拉球撞救 也可以接受第二波来套拨命嘛 这里的话 487还溜起来了 487属于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嫌疑洗了一干二净 好吧 卧底跟我487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看抽风 这拉球你受得了 抽风 估计现在在想 当时我这波球是不是撞你有点太多了 对吧 给了他一波 太久的一个拉扯时间 这里变换 哎 也没什么问题吧 这个点位本身也牵制不动 虽然说这波切进步 看上去有点奇怪 但是好像也确实就这样了 守木人这边过来 欢老师 欢老师这守木人选守木人 他就不可能是演员 你不可能守木人交铲子过来 打一个震慑什么的吧 而且就是你想打震慑 监管者这边不配合 你也打不了震慑 哎 等会出去了 这波不做防守 过来打机械师 他想赢 他想赢 他在找 他在找 谁是那个跟我接头的人 对吧 这这这这这 这局总得有个人跟我接头吧 我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里的话 病患是被救下来 但是这个病患是个挂飞 并且是个白板 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抽风的嫌疑比较 捞下来了 前锋倒地 这波前锋 你说当时不救拉开 假装骗椅子刀 万一你真骗了个椅子刀 你救不救呢 反正人是救下来了 前锋自己倒了呢 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 穷者的话 外面存起运码机 关键是这把487个266的太久了 导致我们现在好像 看不太出来 就其他穷者 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 可以 因为你不能太明着给吧 就前锋那波没撞到呢 我觉得其实也还好 仔细想想也还好 机子压好了 这边先过来救机械师 救完以后再过去找这边的前锋 前锋是个飞轮双坛 选择过来抓机械师 打一刀白纸 你不能是吧 这波不抓前锋 抓机械 有点奇怪呀 甚至其实当时那个点的话 我觉得他如果看到了 就是前锋位置知道 机械师之位置知道 这边他去抓这个病患 都行 因为病患是个挂飞 那要三跑了 这把到底谁才是演员呢 这里487 哎 跳地窖 487 压进步 这地窖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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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这这这 487 487 再走门 怎么还不喘 大哥 你怎么还不喘 再回头 交分身 这这这这 跳了 等了半天 还没等到大哥的传授CD美好